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小狗为了回到主人身边 学会各种人类的神技能 与劫匪斗智斗勇最好与主人团聚的故事 小狗冰狗是只不幸的狗狗 在出生后不久就遭遇了火灾 主人和父母都葬送到了火灾中 成了一只流浪小狗 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收养 每天勤勤恳恳的打砸 给其他表演的狗狗端茶送水 直到有一天主人强迫他跳火圈表演 冰狗由于有心理阴影导致表演失败 被主人拿着枪赶出了马戏团 在流亡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落水的小狼狗 冰狗使出吃奶的劲 将他脱上了暗 用耳朵一听 还有心跳 他便跑到高处 给狼狗做着胸部按压 终于把小狼狗救活了过来 冰狗靠着马戏团取代了本领 给小狼狗烤衣服 好心给他搭了一个小窝 还给他钓了河里的鱼 事后小狼狗非常感激他 决定带着冰狗回家 由于男孩的爸爸非常讨厌狗 小男孩只能偷偷将他养在家里 冰狗除了不会跳火圈 玩游戏那可是贼溜 其他小孩都是羡慕不已 可好景不长 在搬家前一天 冰狗跟隔壁家的狗妞 喝得一通宵的酒临走时 由于晚起 冰狗被遗忘在了车外 他奋力想去追自己的主人 可父亲看了冰狗在追车 加速游门甩掉了他 一下子冰狗又趁了流量狗 他寻找小男孩留下的气味 一路追随车子 跑了几天几夜 还是在躲在了路上 恰好被一个狗贩子捡回了狗舍 所有小狗都来着镜子 看着新来的冰狗 冰狗可不是一般的狗狗 他偷偷在地下 打了一个洞 在同伴被杀之前 放出了所有被关起来的小狗 一溜烟的功夫 就把狗舍给掀翻了 教训了狗贩子不说 还打劫了他们的车子 这步操作可是成精了 完了之后 他还是念念不舍的 告别朋友们 继续踏上寻找主人的旅途 这边小狼孩 一有时间就做标记给冰狗 而冰狗这边 也是近遇到奇葩 这次遇到了两个人类绑匪 他近义勇为 通过电话亭 用莫斯密码报警 当警察来的时候 没想到这伙人 拿着冰狗到人质 幸好最后 冰狗没被乱枪给打死 小狼孩在新闻里 看着冰狗的救人事迹 也是非常肆虑冰狗 他寄信给被救的一家人 请求他们好好照顾他 而无良的绑匪 在最后也想拖冰狗下水 声称冰狗 也是他们的帮凶 冰狗穿上囚服 再次被关了起来 所有的御友 拿着镜子打连着他 在监狱 小狼孩寄来的信 也被两劫匪给抢走 引进书看到这两家伙 想报复冰狗 路径不平 拔刀相助 带着他连夜 从早已挖好的地洞 爬了出来 不得不收冰狗的越狱功夫 可是一绝 在分别时 引进书 放给了冰狗信件 接下来的日子 冰狗寻着信上的气味 不断寻着邮局 和汽车的味道 寻找主人的下落 晚上 他饿到到处找垃圾吃 厨师看见他可怜 给了他一份洗盘子的工作 之前的两个劫匪 月月后 故意张贴冰狗的照片寻狗 小男孩看到冰狗的信息 去找劫匪 结果悲剧的 被他们当成了绑票 幸好冰狗 闻到了小主人的味道 躲在了劫匪的车上 在窗户外 冰狗终于见到了 心心念念的小主人 知道自己 都不过两飙悍的劫匪 他竟然叼着小男孩的衣物 不断跑去小男孩的家里敲门 小男孩的妈妈 也是够笨的 完全就不知道 这是在求救 冰狗做出各种绑家的表情 他们完全不知道 直到绑匪打了电话 一家人才知道 自己的儿子被绑了 这便冰狗没办法 只能去单挑劫匪 可毕竟不是人类的对手 反而被绑了起来 在绑匪去拿钱的时候 烟头不小心 引起了火灾 冰狗恐惧之下 挣脱了绳子 他必须在大火燃起来之前 就走自己的小主人 他害怕 想逃走 但是又不能放下主人 最后他要克服恐惧 按下了火灾报警器 很快 消防员和警察都赶了过来 劫匪被抓之后 小男孩和冰狗也送进了医院 他一路上遇到了人和狗朋友 看到他受伤的消息 都赶得看望 父亲也在众人的压力之下 不好意思将冰狗跑起 不过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给可怜的冰狗 做一个手术 故事呢 也随之结束 只是不知道冰狗 会不会再次被吓跑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次作品来源 美国电影 灵犬 冰狗